有这么一种说法 美国允许公民持枪是为了让公民有反对暴政的权利 只有手里的枪才能让你有机会推翻暴政 持枪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自由民主的代表 正是因为公民持枪 美国政府才如此善待公民 而中国政府不允许公民持枪 所以人权状态一定会很差 人民也一定不会幸福 这个谎言非常的具有迷惑性 让人凭空生出了很多对美国的向往和对中国的厌恶 但是今年美国黑人弗洛伊德当街被美国白人警察虐杀 诱发了全美的大暴动 我们惊奇的发现 上级暴动的美国人没有一个敢带枪的 不带枪暴动 你还可以说是合法抗议 带枪暴动 警察直接击毙 根本懒得和你商量 美国人持枪是为了反抗暴政这种说法 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24年之前 中国也是一个普遍持枪的国家 民间枪制极为泛滥 持枪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 但后来也引发出了很多恶果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欢迎民众持枪的国家 红军打天下的时候 军民一体 军就是民 民就是军 红色占领区内鼓励大刀长矛 鼓励土枪土炮 而清末之时 群雄并起 太平军 土匪 清军 革命党 团链等武装互相冲突 每一支军队败王池都有大量的溃兵 携带武器逃跑 把武器卖给地方兵团或者土匪 这就导致建国之初 中国民间的私枪数量极为惊人 1949年 清中国颁布了枪支管理再行办法 对民间枪支的管理 做出了一定的规定 按这份规定 民间不允许持有军用枪支 但可以持有民用枪支 每人最多两支 同时 科长及以上干部 各机关交通员 通讯员 工厂 商店 学校保卫科人员 均可依法佩戴军用枪支 民间可合法持有土枪和猎枪 每人还能带两支 只需要报备即可 地方小干部和一切普通保卫人员 亦可以合法佩戴军用枪支 这种持枪的力度和广泛程度 和今天的美国 其实极为相似 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的大背景 是全民皆兵 准备打核战争 准备打世界大战 中国随时随地都做好了 被美苏强国核轰炸 并占领过半国土的准备 在民间保持一定数量的土枪裂枪 让大量民众有机会训练基础的 射击技巧和军事能力 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 是非常有保障的 对外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威慑 至于民众会拿枪推翻政府这种说法 别闹了 谁会相信这种鬼话 没有民众的极度拥护 中国拿理由和美苏拍桌子的底气 当时的中国人人都会开枪 地方兵团训练时 老头老太太和志气委托的少男少女 全都要拉出来摸摸枪 这就是中国赖以对抗美苏的全民皆兵战术 夫妻两人还可以一起训练移动射击 1966年文革爆发 虽然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各地的武斗还是迅速爆发了起来 你以为武斗是两拨人拿着木棍撬来撬去吗 开玩笑 那可是全民备战的中国 人人都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1967年7月7号 重庆的两拨群众在红颜柴油机场发生了武斗 双方动用了小口进步枪 冲锋枪 轻机枪 重机枪和手榴弹 从巷战打到了野战 规模越来越大 死人越来越多 1967年8月 重庆杨家平武斗有群众拉出了高射炮 并从军营里拖出了坦克 甚至是军舰参与战斗 从7月到8月 重庆武斗规模 打到数万人的军事冲突级别 死亡1170人 失踪600人 受伤3000余人 重庆市区杨家平 谢家湾地区 因为成为了主战场 被打成一片废墟 某些非洲小国的灭国之战 其实也就不过如此了 重庆的数个军械库 已经被革命小将给完全打开了 全部分发给自己这边的革命群众 打完这场战争之后 你觉得散落在重庆民间的军用枪支 会有多少 而除重庆之外 各地爆发的大大小小的武斗 不在少数 当时中国群众战斗力之强横 震惊世界 后来中央全力约束武斗 开始收回从军系库 被拿走的军用枪支 官方文件中是这么写的 到1969年9月之 据不完全统计 被抢的武器和收回武器的情况是 被抢夺的各种枪 187万7216 收回213万1036 被抢夺的各门火炮 10266门 收回火炮 14828门 被抢夺的各种枪弹 44217万发 收回枪弹 34004万发 被抢夺的各种炮弹 39万0642发 收回炮弹 29万4259发 被抢夺的手榴弹 271万9545枚 收回手榴弹 273万4381枚 这组数据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被抢夺的枪支 高达187万支 火炮1万门 这是何等规模的武力 另外 被收回的枪支 达到了213万支 火炮1.4万门 超过了被抢夺的数量 这说明在这波大手脚中 还顺便收了以前 民间私藏的30万支枪 和4000门火炮 对于这个数量 只能说 那个年代的中国群众 真的是太厉害了 而被抢夺的枪弹 为4.4亿发 收回3.4亿发 有一亿发枪弹 不见踪影 被抢夺的炮弹 为39万发 收回29万发 有10万发炮弹 不见踪影 这里面代表了 何等级别的武装冲突 和弹药消耗 大家可以自行体会一下 军队不允许参与武斗 武斗的双方 一定都是群众 从上面这组数据 你可以看出 当时中国群众的武力 到底有多充沛 如果你觉得武斗的例子 太过久远的话 我给你换一个 文革结束后 中国改革开放 但对民间枪阵的态度 基本没有变化 依然允许持有猎枪等物 而当年全民备战 打下的武力基础 依然还在 1993年9月11号 湖南省郕州马田镇的 井冈村和马田村 发生大规模泄斗 两个村的村民 拿出了鸟冲 猎枪 土炮 炸药包 长矛 砍刀等武器战斗 双方共动用了5000平米 炮火覆盖面积 达到两平方公里 在村道正中央 村后山头制高点 兼顾水泥建筑的楼顶 熟知军事的村长 都布置下了火力点 以形成立体交织火力网 双方每分钟的 开炮次数高达十发 当时两个村的村民 在村长的指挥下 侦察 后勤 预备对倒 都有明确的分工 全村撞丁齐上阵 每个村都凑出了 近十个脸 甚至村卫生所 都搭建了一个 简易的野战医院 村里的兽医 转行军医 准备治疗伤员 经过长达34个小时的战斗 马田村的村民 利用坟头墓碑的地形掩护 成三人战斗小组 循环逼近 趁井冈村弹药匮乏时 连续冲垮了数道防线 导致井冈村全线崩溃 即将成溃败之势 正在这个时候 现武警官兵和党政干部 终于赶到了 一千余武警战士 冒着轰隆炮声 冲入了蟹斗现场 用大喇叭喊话 勒令双方立即停止斗争 并对不愿意放下武器的人员 释放催泪弹 最终平息了蟹斗 武警部队从两个村里 缴获了炮车四部 土炮95门 土枪57只 炸药233公斤 碑管2598 土手雷255枚 导火索350米 铁砂石巾 长矛砍刀若干 这就是1993年的中国卸道 规模仅仅两个村 网上经常有人嘲笑 日本战国时代的大明会下兵力 还不如中国一个村长 今天可以告诉你 这是真的 中国的人民群众 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战斗能力 和持续近半个世纪的 全民皆兵战略 有极大的关系 从抗日战争 一直到1996年 中国都把民间武力 是作战争潜力的一部分 但是到了1996年7月5号 中国颁布了极其严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制管理法 宣布持有一切枪制 均属于违法 并收回了基层干部 和普通民众的配枪权 从此 中国进入了无枪社会 在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是一个封闭性社会 村里的人 一辈子都在村长的带领下生活 城里的人 一辈子都在厂长的带领下生活 终极一生可能都没见过 十公里之外的世界 虽然当时的中国社会武力充沛 人人皆兵 民间也有很多土乡土耗 但并未造成了太大社会动乱 大家一辈子低头不见抬头见 有话好好说 没啥矛盾 是村长解决不了的 但是改革开放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中国进入了商品经济社会 人员和物资 在中国开始了急速流动 从熟人社会 进入陌生人社会后 自相泛滥的弊端 终于暴露了出来 我不会伤害同宗同族的血亲 但是那些从来没见过的 甚至这辈子都不可能 再见第二次的陌生人 那就不好说了 而当时的中国公安机关 技术落后 缺乏摄像头 难以锁定嫌疑人 于是人性中恶的那一面 开始急速膨胀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就一个子乱 车匪路败 就是一个诞生于当时社会的词汇 那个年代有一批人 专门在公路上拦截司机 抢钱的还算心善 有些黑心的 直接杀人灭绩 甚至大规模的截杀司机 砍几棵树封路 扔一些铁钉封路 村里的人持枪持刀 直接截杀 让那个年代的货车司机 成为了一个高危职业 后来严打时 有一个村被整体抓捕 半个村的人全部被枪毙了 因为手里全部都有血债 很多人还不止害死了一条命 你不相信当时的治安环境有多恶劣 那你看看这个横幅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 非常迷信 个人无力 公安局的权威并不大 因为很多公安局长 都曾经被批倒批凑过 抢劫警车是违法的 这种事 公安局必须要大次宣传一下 否则很多人真不知道 在那个年代 遇到是掏出一把土枪出来 是最简单便捷的解决办法 很多电视剧 其实都是源于 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 那个年代的中国 抢劫案凶杀案频发 晚上没人敢出门 碰到戴纹身的大哥 那时大气都不敢出 战战兢兢 生怕被扔到海里给喂鱼了 1991年春 在湖南省少阳市的中心广场上 一名黑社会分子 突然向执行的警察开枪 次日 在市公安局的法制宣传栏上 有人贴了这样的一张告示 中国萧雄会 处死公安人员一名 特此公告 会长狂龙 当时中国的每个县里 几乎都有一个老大 在这个县里作为作福 无人敢惹 血斩累累 而这些老大的手里 几乎都有枪 有些实力强横的老大 甚至每个小弟都给配枪 枪支 从保家卫国的武器 变成了黑社会统治民众的戾气 1996年 中国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严打活动 并通过了罪严禁枪条例 在全宫范围内 收缴所有类型的枪支弹药 在这次严打中 很多人仅仅犯了流氓罪 就被重判十年以上 这种严厉的处罚 后来让很多人在网上诟病 但大家不要忘了 那个年代 所有县的黑社会头目 几乎都被打掉了 很多主犯被公审之时 有大量的群众 燃放烟花爆竹来庆贺 还有人为此打出了 共产党万岁的标语 当年那批无法无天的黑社会头目 造成的民分有多大 可见一斑 算是得用重点 从1996年开始 中国民间再也没有持枪的权力了 哪怕是土枪猎枪也不允许 只有少量牧民经批准 可以携带猎枪自卫 但从这一天开始 中国的治安开始急速的好转 收缴上来的枪支有多少 你们知道吗 我告诉你 是足以武装 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数量 远古时期的收缴数量 我这里查不到了 但是我查到了2018年 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李京生公布的一组数字 在2018年2月8号 李京生说 五年来 各地公安机关 共收缴各类非法枪支 101.2万支 子弹5661万发 炸药1477.2万公斤 贼管3138.9万枚 连续收缴了近20年的枪支弹药之后 到了2018年 依然还能收上来 如此值得的武器 以可想而知 在90年代刚开始收缴时 那到底有多少数量 虽然精确的数量没查到 但1996年时有个新闻 说在黄河流域附近 查获的枪支及配件 都送到画龙去回炉了 其数量是这么描述的 上千吨 你没看错 是用千吨来描述武器数量的 而且仅仅只是一个黄河流域 80年代 两个大汉一言不合 就拔枪对射 极其凶悍 但今天两个大汉吵架 只敢互相吐口水 谁先出手 对方就会顺身一躺 看起来好像有点失去了男子气概 但这带来的是一个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中国的女孩子 半夜10点照样赶出门逛街 不会担心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这在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城市 是不敢想象的 哪怕是在美国 单身女性半夜也最好不要出门 尤其是贫命区 这就是1996年 禁枪令和掩打持续至今的成果 20年前 中国不是世界上自然最好的国家 但今天是 黑社会什么的 在中国近乎绝技 中国成了全球黑社会 最难生存的国家 没有之一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这不是侥幸 也不是天生就应该如此 在中国全面禁枪和掩打之后 中国逐渐步入了互联网时代 20年后 整整一代人的世界 中国的新生态 已经不再记得 那个治安混乱的中国了 中国天生就应该如此的安全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都应该如此的安全 难道不是吗 哪个傻瓜会在城市里 当街抢劫和凶杀 女孩子半夜出门 逛个街吃个宵夜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这个时候美国派人来了 在互联网上告诉他们 持枪等于自由 中国不允许持枪 所以不自由 是政府心虚的表现 就在二三十年前 中国还是一个 民间拥有大量枪支的国家 土枪满地走 撕枪也不少 那个年代的中国民众 不仅有枪 而且全民战备 并在政府的安排 都学习了一定的军事技能 巷寨野寨随便打 连一个村长 都有军事指挥的能力 那可是按核战争 去准备的全民接兵 今天 美国人所谓的民众持枪 和我们当年的全民持枪一比 简直就是个笑话 他们的民众持枪 仅仅只是持枪 我们的民众不仅持枪 而且可以随时组成军队 一个村瞬间冒出十个连 抽一个村长出来 都能指挥两个团 毛主席说 十亿人民 十亿兵 万里江山 万里营 那不是十亿民众 那就是可以随时转化为 十亿军队的预备役 而且都具备 基本的军事素养 但全民持枪的代价 就是八九十年代 那极度恶化的治安 放弃民间持枪 就等于放弃了很大一块 战争潜力 但换回的是一个安定的社会 和飞速发展的经济 美国政府其实也不考虑这个 能颠覆政府的武力 是核导弹和航母 最次也得是飞机坦克 至于普通的步枪 乃至于土枪猎枪 那根本不纳入考虑范围 今天的中国 确实不能全民持枪了 很多村长 也不再拥有 指挥军队的能力了 革命群众们 再也不能随随便便的 打一场灭国之战了 但是大规模拦路 截杀司机的恶行案件不见了 横行中国的黑社会不见了 街头向外的小混混不见了 那个气焰熏天的刘花强 我们如今 只能在电视机里看到了 你觉得是那个年代好 还是今天的这个时代好 你想回到那个 半夜不敢出门的年代 还是想生活在 今天这个 半夜随便出门 吃宵夜的时代 如果靠步枪的武力 就能推翻政府 那中美两国 还花那么多钱 研发核导弹和航母干什么 如果你不打算 靠武力推翻政府 那赤手空拳上街的民众 对政府的威慑力 其实要远远大于步枪 美国之所以没有进枪 不是他不想进 而是因为 美国屡次发起的进枪运动 都被军火资本家给搅黄了 仅此而已 美国人自己都不相信 他们能依靠步枪来推翻暴政 也不相信 他们的幸福生活 是靠手里的步枪带来的 但偏偏很多中国人信了 以后再碰到类似的谣言 建议大家先查查历史 然后多思考一下